好 这部可以看到在台南七谷的龙山公口 为46年举行的建教 在上周是到台南的将军青昆生进行清水的科宜 不过就有民众在过程中拍到外海处 出现了这一艘发出金色光芒的船只 而且形状就好像是王船一样 因此就有信众认为 因为在这个叫点将近的时刻出现金色王船 有可能是极咒的一个象征 不过气象专家表示说 这样子的情况按照影像来判断 很可能是出现了折射现象 在海外上才出现了一次海市渗流的情况 不过形状貌似王船也是比较小见的情况 但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原因 就是附近刚好有商船经过 加上晨光照到大船反射出来的金色耀眼光芒 才会让人产生错觉 那以上是来自台南的详细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